台中市长卢秀燕今天主持了大选之后首场的市政会议 在会中提到今年台中投票率是六度最高达到了65% 而他选后呢也积极投入市政工作 并且迎来了四大节庆活动 其中由建设局举办的首届演参日 也让市民是相当期待 秀燕昨天就开始消假上班 市长卢秀燕忙完选务工作后 消假回到市府上班 而今天是他选后首场主持的市政会议 卢秀燕在会中提到 今年选举投票率台中市达到65% 虽说彼此年前低2%但仍维持六度最高 他也感谢市民朋友愿意出门投下神圣的一票 那这届呢65% 但是这届的65%仍然是六度投票率最高的 我们要再次的感谢市民朋友挺山而出 决定出门投票 忙完选举过后市长卢秀燕投入市政工作 也迎来台中市的四大节庆活动 并强调活动陆续登场 刻意办在选举之后 就是希望能让民众好好享受 活动包括台中购物节 12月3号开幕的台中国际花坛节 12月11号举办的台中市民演参日 以及12月31号巨星的跨年晚会 并且近期也会陆续公布相关的演出卡司 其中最特别的市民演参日是台中市建设局 首届举办的活动 将在中央公园举行 市长卢秀燕也在市政会议上提醒市民朋友 要遵守相关规范 因为台中一向风和日历 那我们希望市民朋友 那这个我们有很多漂亮的公园 那我们要举行台中市的首届市民演参日 我们希望大家演参完以后呢 也一定要把垃圾带走 要把垃圾带走 井然有序 那这是因为是第一年举办 所以我们在很多的须知上 必须特别跟市民朋友耳提面命 岁末年中疫情平息 台中市多项活动 鼓励民众能外出动一动轻松一下 也让12月多了一些节庆的欢乐氛围